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3月16日 今天是星期四 我們這節要跟大家揭露 最新的消息 烏克蘭的軍隊 擊落了來自俄羅斯 的無人機 烏克蘭 軍隊成功 將 擊落的無人機的殘骸 撿了回來 不撿就有志可 一撿就發現大件事了 原來這隻無人機 是來自中國大陸 這個報導最新是來自CNN 這個將會 是真真正正 中國大陸是首次 正式 團正 真是讓你 找到 中國大陸 製造的無人機 在烏克蘭的戰場上 使用 這次 要抵賴 也絕對不是那麼簡單 雖然我們大家可以想像到 發生了這件事 中國大陸 無論是官方 還是 這個相關的製造廠商 都會聲稱它是無辜 我們這一節一起跟大家講講 這個無人機的內容 然後再研究 是不是那麼容易可以被中國大陸隨隨便便開脫呢 我們繼續講下去之前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其實我們兩個都是後備戶口來的 請大家記得訂閱 我們 這個節目 會主要跟大家 立即分析時事 我們也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 Patreon 支持我們 這個是付費支持本台的方法 希望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又或者 是我們的行常聽眾 希望你可以支持 我們本台也有免費模式 給大家支持 方法很簡單 所以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 你正在聽節目的時候 又或者 你正在聽 其他事情的時候 只要你面前有電腦 就可以了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手機一樣可以這樣做 希望大家記得幫忙 我們繼續揭露中國大陸 今次 就是斷政 這個報導來自美國 有線新聞網絡 即是CNN 這個是獨家報導 根據報導的內容 烏克蘭的軍隊 在日前 剛剛在東部地區 擊落了一架來自蘇聯 來自俄羅斯的無人機 後來發現這架無人機 撿到他的殘骸 發現這架無人機居然是來自中國大陸 根據報導所說 這個是烏克蘭 的國防衛軍 第 一百一十一旅 在勞金斯克 叫做斯洛維洋斯克的地區 將這架是中國製的無人機擊落 當時根據報導 是用這個機關槍 因為當時這架無人機 的飛行高度是相當之低 因為這架無人機 當時應該打算 是裝著炸彈 是要投彈 這架無人機低飛 所以就使得 普通的射擊武器 可以將它擊落 然後烏克蘭的軍隊 連續 向這架低飛的無人機 開槍射擊 最終這架無人機 掉下來 事後發現這架無人機 是來自中國大陸製造的無人機 詳細檢查 詳細檢查發現這架無人機 是來自中國 廈門 叫做雲倫智能公司 這間公司 是專製造無人機 這次 被揭露 擊落的這架無人機 叫做Muzen 他應該叫做木巾 木巾五營 的大型無人機 這個無人機 就是被改裝 變成可以攜帶炸彈 後來 將它擊落了 也將它拿著的彈頭 烏克蘭的軍隊 將它用無人機 拿去安全的地方引爆 翻查相關的這間公司的資料 你就會發現這間是專製造大型無人機的一間公司 這次這個型號 木巾五號 售價 應該是9500 美金 根據公司的資料聲稱 相關的這架無人機 是有 85公斤的起飛重量 而它的有效的 負載能力是25公斤 那麼大的負載能力 足夠攜帶 大型的彈頭 最長的飛行時間 可以在空中 留7個小時 你也很難想像中國大陸發展的這些大型無人機 不是用於軍事用途 那麼大的負載能力 那麼長的飛行 時間 那麼長的飛行距離 它的一般飛行速度是120公里 它能夠飛7個小時 你可以想像到 其實它去到的範圍 是非常之廣闊 而這個公司的網站 在這件事 被揭發之後 立即在網站上出了免責聲明 說禁止相關的無人機 用在非法和軍事用途 然後又說 相關的公司 不對任何的軍事用途 負擔任何的後果 那麼整件事 實在是回應得太快了 這件事剛剛才爆出來 相關的公司 立即就有聲明回應 整件事我們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中國大陸現在就是透過這些所謂的民間企業 這些一點也不是民間企業 製作的這些無人機 根本就是用於軍事用途 他將它包裝成為民用的無人機 實際上民用的無人機 沒甚麼機會是用這樣的型號的飛機 其實 他 就是 解釋 說這一種無人機的用途 你根本想像不到 除了是軍事用途 有甚麼地方是需要 一架制空能力 以及航程 那麼長的無人機 中國大陸就是把 能夠用作軍事用途的 生產 包裝成為民用生產 然後就對外輸出 對方 例如俄羅斯 只要把 這些所謂的民用 的器械 稍微 少少修改 就立即能夠變成軍用武器 這正正是中國大陸 一直在做的事 現在 正式斷正 因為這些無人機 被擊落 同一時間 同一時間也顯示俄羅斯 俄羅斯 根本沒有了可以用的武器 除了 問伊朗拿無人機 他肯定 目標 是向中國大陸 去拿這些無人機 我們也肯定 這個 中國大陸製造的這架無人機 穆根5號 絕對不是透過民間 在網上 淘寶 阿里巴巴 買完就拿回來改裝 這個肯定牽涉 是大批貨 從中國大陸製造原筆 然後向俄羅斯提供 有得一架 肯定會有第二架 只要再繼續找出來 你一定看到中國大陸 在這個俄烏戰場裏面 參戰的首映 實際上中國大陸 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證據 利用香港 利用民間企業 實際上對 俄羅斯進行軍事援助 中國大陸 繼續做這些事 其實真的是向全世界挑釁 這次這件事件 可以用斷政來形容 中國大陸 其實在玩火 其實全世界 都已經清楚看到 中國大陸 對俄羅斯 背後的援助 其實中國大陸 正正是向全世界申請 申請將所有 西方的國家 將中國大陸 當成跟俄羅斯是一模一樣 將它當成 是世界公敵 中國大陸這一種做法 到最後 肯定是會還出火 我們今節跟大家 暫時揭露到這裏 多謝大家支持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座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收藏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下降了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 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都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 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我們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